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白居易的诗《琵琶行》 由韩兆琦写稿 我先把《琵琶行》这首诗给大家读一遍 在这首诗的前面有一个小续 小续是这样写的 元和十年 于左迁九将军司马 明年秋送客盆浦口 闻周中夜谈琵琶者 听其音 蒸蒸然有京都声 问其人 本长安娼女 常学琵琶与牧曹二善才 年掌色衰 尾身为古人妇 遂命酒使快坛竖取 取罢敏然 自叙少小时欢乐事 今飘轮憔悴 转喜于江湖间 于初光二年 田然自安 感思人言 世袭史诀 有千哲矣 因为长句 歌以赠之 凡六百一十六言 命约 琵琶行 琵琶行 琵琶行的原诗 是这样的 未经许 寻阳江头夜送客 风叶笛花秋色色 主人下马客在船 举酒欲饮无管心 醉不成欢惨江别 别时茫茫将近月 呼闻水上琵琶声 主人妄规客不发 寻生暗问谈者谁 琵琶声平欲语池 遗传相近妖相见 天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抱琵琶半遮灭 转轴波弦三两声 未成曲调先有情 闲闲眼一声声嘶 四肃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无限事 青龙漫年莫复调 初为霓裳后六腰 大贤曹操如吉语 小贤怯怯如思语 曹操怯怯措杂谈 大株小株落玉盘 监观英旅花底华 悠夜泉流 冰下难 冰泉冷色 闲凝绝 凝绝不通 生暂谢 别有忧愁 暗恨声 此时无声 胜又生 银瓶炸破 水浆泵 铁骑突出 刀枪鸣 曲终收锅 当心话 四贤一生 如烈泊 东周西访 悄无言 唯见江星 秋月白 陈吟放波 插弦中 整顿衣裳 起脸蓉 自言本是京城女 夹在蛤蟆 灵下柱 十三学得琵琶城 明暑教方第一步 曲霸长教 善财符 装成美背 秋凉度 五陵年少 争蝉头 亦去红霄 不知树 垫头云壁 积节碎 血色罗群 翻久屋 今年欢笑 赴明年 秋月春风 等贤度 递走从军 阿姨死 暮去招来 颜色顾 门前冷落 车马兮 老大驾坐 商人妇 商人重力 轻别离 潜月扶梁 买茶去 去来江口 守空船 绕船月明 江水寒 夜深呼梦 少年是 梦提庄类 红蓝干 我闻琵琶 一叹戏 又闻此语 重几几 同是天涯 沦落人 相逢何必 曾相识 我从去年 辞立境 折居卧病 悬阳城 悬阳地辟 无音乐 终岁不闻 丝竹声 住进盆江 地底诗 黄炉苦竹 绕宅生 其间半目 闻何物 杜鹃提穴 缘哀鸣 春江花巢 秋月夜 往往取酒 还毒气 岂无山歌与村敌 欧鸦朝诈 难为听 今夜闻君 琵琶雨 如听鲜月 二赞鸣 莫辞更作 弹义曲 未君翻作 琵琶行 甘我此言 凉酒立 却作促弦 弦转吉 欺欺不似 向前生 万作重闻 皆掩器 座中气下 谁最多 江州司马 青山诗 琵琵琶行 琵琶行 坐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秋 也就是公元816年秋天 当时 白居易四十五岁 任江州司马 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 先是任左石仪 后又任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 反动的 藩镇势力派刺客 在长安街头 刺死了宰相 五元恒 刺伤了御史忠诚裴杜 朝野大滑 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 又进一步提出 要求罢免裴杜 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 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 坚决主张讨贼 认为否则国将不国 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 但因为他评诉写讽语诗 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 于是有人就说他 官小卫卑 善悦直奋 再加上有人给他罗之罪名 于是便之为江州司马 江州的周治 在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 司马是刺史的助手 听起来也像是不错 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 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 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 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 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 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消磨 消极情绪日渐其多 《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 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 和他的凄凉绅士 折发了作者个人 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 《抑郁悲戚之情》 在这里 诗人把一个昌女 视为自己的封臣知己 与她同病相连 写人写己 《哭己哭人》 《幻海的浮沉》 《黏命的悲哀》 全部融合为一体 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诗前的小旭 介绍了常诗所述故事发生的时间 地点以及琵琶女奇人 和作者写作此诗的缘起 实际上她已经简单地概括了 后面常诗的基本内容 小旭是这样写的 《元和十年》 《于左迁九江郡司马》 《明年秋》 《宋客盆浦口》 《闻周中夜谈琵琶者》 《听其音》 《蒸蒸然有京都声》 《问其人》 《本长安娼女》 《长穴琵琶于木槽二善采》 《年长色衰》 《尾身为古人妇》 《遂命酒》 《使快谈树曲》 《曲霸泯然》 《自续》 《自续少小时欢乐事》 《今飘轮憔悴》 《转喜于江湖间》 《于初关二年》 《天然自安》 《赶思人言》 《赶思人言》 《世兮史诀》 《有千哲义》 《因为长句》 《歌以赠之》 《凡六百一十六言》 《命约琵琶行》 《左迁》 《是指降值扁官》 《盆浦口》 《是盆水与长江的汇口》 《也就在今天的九江世西》 《京都声》 《是指首都长安的韵味》 《一方面指曲调的地域特征》 《一方面也是指记忆高超》 《非一般地方所有》 《善才》 唐代用以称琵琶演奏家 《命酒》 《派人整备酒宴》 《闽然》 《是伤心的样子》 《田然》 《是安乐的样子》 《千哲义》 《指被降值被流放的悲哀》 作者说他被贬到九江一年来 每天都很快乐 只有今天听了《琵琶女》的演奏 才勾起了他被流放的悲哀 这种说法是写文章的需要 读者当然不会相信他 《长句》是指七言古诗 《琵琶行》全诗共分四段 《从寻扬江头夜送客到游爆琵琶半遮面》 共十四句为第一段 写《琵琶女》的出场 《寻扬江头夜送客》 《风夜笛花》 《风夜笛花秋色色》 《主人下马客在船》 《举酒欲饮无管闲》 《醉不成欢惨江别》 《别时茫茫将近月》 《呼闻水上琵琶声》 《主人万归刻不发》 《寻生暗问谈者谁》 《琵琶声亭欲语池》 《遗传相近妖相见》 《天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爆琵琶半遮面》 其中的前六句交代了时间 这是一个枫叶红 《梨花黄色色秋风下的夜晚》 交代了地点是《寻扬江头》 《寻扬》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 《寻扬江头》 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盆埔口 交代了背景 是诗人给他的朋友送别 离别本身就叫人不快 酒宴前再没有个歌女适应 当然就更加显得寂寞难耐了 这里面 这里面主人下马客在船一句 句法收怪 其意思实际是主人陪着客人 一道骑马来至江边 一同下马来到船上 醉不成欢 惨江别 别时茫茫将近月 这里的景色和气氛描写都很好 他给人一种空旷寂寥迷蒙畅网的感觉 和主人客人的诗意商别融合一体 构成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为下文的突然出现转机做了准备 其中的后八句是正面写《琵琶女》的出场 呼闻水上琵琶声 主人望归客不发 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 是来自船上 这声音一下子就吸引了主人和客人的注意 他们走的不想走 回的不想回了 他们一定要探寻探寻 这种美妙声音的究竟 寻声暗问谈者谁 琵琶声亭玉雨池 遗传相近妖相见 天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抱琵琶 半遮面 这里的描写非常细致 由于这时是夜间 又由于他们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 他们不知道这声音究竟来自何处 也不知演奏者究竟是什么人 所以这里的寻声暗问四个字传神极了 接着 琵琶声停 表明表明演奏者已经听到了来人的呼问 欲雨池与后面的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抱琵琶半遮面相一致 都表明这位演奏者的心灰一览 和惭愧自己身世的沉沦 她已经不愿意再抛头露面了 这段琵琶女出场过程的描写 琵琶动人 她未见其人 先闻其琵琶声 未闻其语 先以微露其内心之隐痛 为后面的故事发展造成许多悬念 从转转波弦三两声到维剑江心秋月白 共二十二句为第二段 写琵琶女的高超演技 转转波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闲闲演艺生生丝 四肃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无限事 青龙漫年莫妇挑 初为霓裳后六腰 大贤曹操如吉语 小贤怯怯如思语 曹操怯怯措杂谈 大猪小猪落玉盘 监观英语花底滑 幽夜泉流冰下南 冰泉冷色弦凝绝 凝绝不通声赞些 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盛有声 银瓶炸破水江泵 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中收拨当心画 四弦一声如烈波 东周西方 东周西方巧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其中转轴波弦三两声 是写正式演奏前的调弦式音 而后 弦弦演绎 写到曲调的悲怆 低眉信手续续弹 写到舒缓的形板 龙脸墨条 都是弹奏琵琶的手法 尼长也就是尼长雨衣曲 唐朝宫廷中制作的一个舞曲名 六腰是指当时流行的一个舞曲名 从大弦曹操如极雨 到四弦一声如烈波 共十四句 了写琵琶乐曲的音乐形象 写它由快速到缓慢 到细弱到无声 到突然而起的疾风暴雨 再到最后一话戛然而止 诗人在这里 用了一系列的生动比喻 使比较抽象的音乐形象 一下子变成了视觉形象 这里有落玉盘的大猪小猪 有流转花间的监观英语 有水流冰下的嘶嘶细细 有细到没有了的死时无声盛有声 全凭听者的继续联想 有突然而起的银瓶炸裂 铁骑金歌 有使听者时而悲戚 时而舒缓 时而心旷神怡 时而又惊魂动魄 这两句是写琵琶 是写琶 有点凭听者的演奏效果 大家都听得入迷了 演奏已经结束 而听者尚浸沉在音乐的境界里 周围鸭雀无声 只有水中倒映着一轮明月 听众朋友 白菊叶的琵琶 发行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次节目继续给大家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